Hello 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 据说流行一种减肥方法 叫做馒头减肥法 据说很多的减肥博主都在亲自尝试 还有一句话说 馒头配水受成恶鬼 我觉得这句话呢 100%正确啊 因为如果你长期坚持这种 馒头配水的饮食方式的话 你是很有可能只能以恶鬼的形式存在下去的 今天呢 就来聊一聊这种100%不靠谱的减肥方法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还有就是它有什么样的危害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动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 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首先啊 我们来说一说这种所谓的馒头减肥法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在网上呢 看到了一篇馒头减肥法的科普文章啊 说我们在选择馒头的时候 一定要去选择含糖少的馒头 这句话说的非常逗啊 就好像我们要去吃一碗面 这碗面里最好不要有面一样 因为馒头它的本质就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糖 所以馒头减肥法跟吃白糖的减肥法 其实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其实跟你之前可能尝试过的什么苹果减肥法 香蕉减肥法 或者其他的水煮菜减肥法等等 都一样啊 是单一饮食减肥法 或者说是单一碳水的减肥方式 而且呢 其实我们吃到的很多食物 尤其是天然食物啊 是很难只有单一的碳水的 很多食物当中呢 都会有一些复合的蛋白质啊 或者是脂肪存在 包括馒头也是一样 那如果说你能够做到一日三餐 真的只吃馒头 其他所有东西都不吃的话 你可能吃到的就是一种极高碳水的饮食 非常非常少的蛋白质和非常少的脂肪 那么馒头减肥法为什么能瘦啊 主要的原因呢 有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这种减肥实在是太痛苦了 只吃馒头实在是太难吃饱了 所以呢 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减少食量 也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 也就是节食 这只是一种最新形式的节食而已 那当然第二个更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这种减肥方法是缺少非常多的必须营养 比如说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要通过蛋白质来摄入 我们的必须脂肪酸也是没有的 那人体为了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会把我们的肌肉流失掉 会从我们的骨骼当中去抓取一些营养成分 来满足日常所需 那这也会导致我们在体重剂上的数字有所减少 所以说馒头减肥法并不是让你瘦 或者说并不是让你的肥肉减少 很大概率上只是让你在体重剂上的那个数字变小了一些而已 那么馒头减肥法如果说你只是短期来做啊 我看到很多人说是做两三天甚至是一个星期 这样子的话它只会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危害 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呢还是存在一些营养储备的 那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肌肉消耗掉吧 对不对那在油管上呢其实也有博主实验过 这种所谓的高碳水单一碳水减肥法 他实验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视频当中呢他就有讲到自己出现了精力 非常不济总觉得睡不醒 每天在睁眼睛的时候就一直想吃东西 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只进行两三天的时间 或者一个星期的时间吧 你发现自己的体重下降了 就开始恢复到所谓的正常饮食 体重是一定会回去的 而且因为之前这样的低热量的结石会伤害你的基础代谢 很有可能身体会报复性的反弹 也就是会比之前更胖 这种真的都说腻了啊 所有的速效减肥法 所有的结石减肥法都是一样的问题 那我们之前有录视频说过 生酮饮食不是速效减肥法 生酮饮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 因为如果你通过饮食让体重下降 你就一定能通过饮食让体重回来 任何一种饮食方式你都需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才能够让你的体重或者是体脂防律 处于一个稳定的水平 好那如果有人说那我也长期坚持好了 我就长期啊 每天只吃馒头或者是每天只吃米饭 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首先呢我觉得世界上可能很难有人在 没有外力限制的条件下做到这件事啊 因为连这种只是不吃碳水 但是还能吃非常丰富食物的低碳生酮饮食 都有很多人坚持不下去 我不相信这些人能够只吃白馒头 那如果说你真的做到了 其实世界上并不是没有案例的啊 长期的单一碳水饮食 在什么时候呢 战争期间 或者是呢一些监狱里的囚犯 那他们其实是遭受到了一些不人道的对待啊 那很多人呢是只吃白米饭 或者是只吃单一的碳水 在上个世纪啊 就有非常多这样的案例 而且不少都是发生在亚洲地区 因为亚洲地区传统上就是以稻米为食啊 以前呢人们其实是会吃糙米的 糙米外面呢有这样一层壳子 这个壳子里面呢是富含一种样元素 叫维生素B1 但是因为它的营养丰富 它是比较容易腐烂发霉的 后来人们真的非常聪明 打引号的聪明 想了一种办法 能让稻米的储存期限延长很多 达到几年 这种办法就是把稻米制成精致的白米 把外面的米糠啊壳子都给它弄掉 但是这样也就让米饭成了一种单一碳水化合物 就是除了糖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技术发明之后 亚洲地区的人们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俗称叫做角气病 它在英语里面的名字叫BerryBerry 那其实BerryBerry呢 是直接从斯里兰卡的森加罗语当中借用的 在森加罗语的意思是不能不能 就是说这些人最终会生很重的病 不能从事任何劳动 其实这种病在1925年科学家就发现 其实就是维生素B1缺乏症 它会导致的症状包括体重下降 包括精神萎靡 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 也包括感官功能衰退 体虚间歇性的心率失常 那如果长期是容易产生心脏病 甚至是猝死的 得这种病的人的整个身体状态是非常夸张的 暴瘦但是又同时会有一些地方的水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图片 我相信在座想减肥的各位人士 应该不会是想受到这种程度吧 因为饥荒还有就是因为极端的节食或者是减肥 也会导致现代人还是出现维生素B1缺乏症 那当然维生素B1缺乏只是单一碳水减肥法的第一个危害而已 当然就是营养不均衡大量的营养都没有补充到 我们之前说到的必须氨基酸必须脂肪酸 维生素矿物质很多都没有吃到 这当然对身体是有一个长期的健康危害的 比如说缺乏蛋白质 蛋白质是身体的一个基本的构成 就像构成身体的砖块一样 蛋白质的流失会导致肌肉组织都被吃掉 都被消耗掉 那你的心脏也是肌肉 这也是为什么单一碳水饮食非常容易导致心脏病 那另外呢因为缺乏蛋白质 我们很难对抗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所以这会导致你非常容易生病 免疫力下降 那当然只吃碳水化合物 很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和胰岛素抵抗 那因为血糖不断的波动 我们之前有讲过血糖过山车 再简单说一遍 吃了碳水之后你的血糖会嗖的上升 这个时候你的胰线会分泌胰岛素 让血糖迅速下降 下降到比以前还低 在这个低血糖的状态你非常容易出现能量波动 我觉得非常的抑郁精力难以集中 我现在就特别想找一个特别甜的东西去吃 把我的血糖能够再恢复到很高的这个水平 反复的波动是很多人的常态 那如果说你一天只吃馒头的话 你的波动会比别人严重更多 那长期来看也非常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 当然了所谓的馒头减肥法对于肠道健康也是有危害的 那我之前是做过四次开腹手术啊 我也切过两段小肠 我对于自己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注重的 对于肠道健康来说 纤维和油脂缺一不可 如果你只吃纤维 吃很多很多纤维 很多很多菜啊 你非常有可能便秘 但是如果你只吃油脂的话 也很容易导致你出现负性 那显然所谓的单一馒头减肥法 其实不管是纤维素还是脂肪都没有摄入 这种减肥方法导致便秘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另外呢 还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些脂肿性维生素 具体来说就是ADEK1K2 这些脂肿性维生素是一定要通过脂肪去摄取的 那馒头减肥法是完全不吃脂肪的 这些维生素如果缺乏 比如说缺乏维生素A会导致你的视力受损 缺乏维生素E会导致你的皮肤干燥出现鳞片病 缺乏维生素D会导致骨质疏松 就更不用说因为饮食营养的不足 你的骨质本来已经开始疏松了 缺乏维生素K1K2都会造成凝血方面的问题 那最后如果说你长期坚持单一碳水的饮食方式 非常容易产生心理健康的问题 因为你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D缺乏 本来就会导致焦虑导致抑郁 那也包括因为长期的血糖波动 非常容易跟着血糖产生情绪波动 所以总结来说如果你想要长期靠馒头减肥法来减肥的话 你可能最终会变成一个很瘦 瘦成恶鬼嘛 但是皮肤不好 头发也会掉 身体状况非常差 可能会产生心脏病 而且心情非常抑郁焦虑的这样的一个人 任何的减肥方式 素效减肥方式啊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想健康的瘦下来 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体重 你需要找到一个办法 让你每天的营养都摄入充足 你每天的热量 每天的能量都是充足的 在进行这种饮食方式的时候 你要觉得自己的皮肤是有光泽的 每天的精力是非常充沛的 睡的好吃的香 心情非常的高兴 这种减肥方式 才是能够长久的持续的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啊 关于馒头减肥法 我就严禁于此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